娱乐转圈圈明星快报报 微博之夜投票第一 真是可喜可贺 今年各家粉丝的投票 同样也是非常激烈 时代少年团 赶超王一博位列第二 而两位高人气小花正爽和迪丽热巴 竟然落后杨紫怡大姐 看来粉丝们又有机会能看到 余生夫妇再次同台了 不过今年的微博之夜 King Queen的结果虽然引出 但却被不少网友质疑票数 有助水造假嫌疑 此前有博主做了各家投票的数据分析图 能看出各家的票数走势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其中有的票数走势 似乎有点不对劲 数据显示 1月7日到1月14日 整个一周的数据走势中 一直排名第一的肖战 和时代少年团的票数差 本来是不大的 时代少年团粉丝 憧憬十足 一直紧咬住肖战票数不放 不过在1月12月晚上开始 两方票数差距逐渐增大 肖战的票数明显涨幅增大 而且在12月晚上9点之后 本来每分钟票数稳定波动的曲线 涨幅突然变得不规律起来 票数涨幅斗增 甚至在凌晨两三点 还有每5分钟9万票的涨幅 而杨子这边同样是涨幅和波动明显 猛超第二名票数好长一节 如果说粉丝们在月夜奋战投票 甚至到凌晨还在如此努力的话 那真是有点感天动地 不过肖战和杨子的票数 会被大家质疑的原因就在于 两家粉丝此前曾经大规模号召不参与 本次微博之夜的投票 早在12月份时 肖战加某大战就呼吁粉丝们 不参与微博之夜的活动 而粉丝们也是一呼百应 大面积决定不参与此次投票 不过正是在许多粉丝都不投票的情况下 肖战的票数还能如此快速增长 难免不让人怀疑是否有注水 杨子粉丝虽说部分号召不投票 但还是有很多粉丝希望杨子能拿到这个奖 官方大战也依旧在督促大家投票 所以涨幅相比之下稍微稳一点 不仅如此 微博之夜的奖项 今年也有许多家粉丝 号召不参与不投票 蔡徐坤 迪丽热巴等几个高人气的粉丝 都没有全力投票 不过微博之夜的结果出炉后 肖战粉丝却被狠狠打脸了一番 在微博之夜投票结果还没有出炉之前 各家粉丝因为相互竞争的关系生出不少磨汤 最明显的就是肖战和王一博的粉丝 肖战粉丝此前号召不投票的有好几个 有的是因为微博之夜会回顾一人一年的热搜 而肖战在2020年的热搜几乎都是比较负面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有粉丝认为微博之夜的投票结果早已内定 而内定之人就是王一博 还列举出证据来证明王一博是最后内定人选 甚至言语攻击 所以决定不再投票 不过投票结果一出 肖战粉丝被狠狠打脸 微博听不是王一博而是肖战 女方也不是赵丽颖 而是杨子 而王一博家也同样在12月份号召过步投票 所以最后结果一出 就被网友们吐槽连连 要说这种奖项 其实给谁都没多大区别 这类投票 除了粉圈 自嗨之外 又有多少人关注呢 还不如拿点演技 认可的奖来的实在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